要施佛现代世纪既要施佛恩德 作者 蓝殿 我母亲年事已高,一路来健康良好 就在今年农历七月地藏菩萨圣诞的前几天 她老人家忽然时不时觉得头晕,需要搀扶 我为之担心不已 想想,就在佛前求地藏菩萨施恩与母亲,愿她康复 结果隔一天,她就好了 但过了大约一个星期 母亲忽然昏睡不起床 日夜昏睡,不吃不喝不行动 这时就急坏了我们 赶忙致电给家庭医生,告知情况 医生建议立刻送母亲入院咽血,做全身检查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 两年前,母亲因病入院 手上插住针筒,掉点滴的可怖情景 因不愿她老人家再受针刺之苦 故我婉言谢绝了医生的安排 无法,只好致电给一名中医师的朋友 他听完我描述的情况后 一口平静地告知我病因 并且配药,开始疗程 我心存感激地下去拿了药 回家路上,自己很自责 人人都说我佛法了德 佛理精湛 可是当最亲的人出状况时 自己却显得很无助 无能为力 那我能为他老人家做些什么呢? 当时念头一转 想起大慈父要师佛 于是,回家后 除了衣食给母亲浸药之外 自己也天天在佛前念诵大悲咒三遍 皆要师神咒无数遍 一面替母亲忏悔业障 一方面祈愿要师佛慈悲施恩 让母亲早日康复 念诵至深处 泪珠像断线珠子纷纷涌下 慢慢地 母亲从昏睡中苏醒 开始吃一些粥 喝一些水 渐渐地 吃喝如常 一个月后 他已能下床走几步 再进步道已能走动 庆幸自己叫早时 没听一位大居士的话 哎呀 随缘了 老了 时间到了 随缘吧 而放弃希望 今日母亲已能回复到手捏念诸念佛的常态 而对诸善之时则感激不尽 对工作忙碌的妹妹感激 她特别派女佣下来照料母亲 对中医师感激 多谢她的慰问与治疗 对公司的上司感激 让我在工作与照料母亲的时间上 取得平衡 更感恩于大慈大悲药师佛 由于她的慈悲与愿力 让母亲康复 在此向东方赞佛约 流离光恩被疾苦 行愿力辞护病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